武党级新书市长候选人谢文靖团队 针对关普国小提出三大疑问 除了造价贵 另外还有规划错误 跟影响关普学区学童的受教品质 以关武国中跟关普国小来比较 两间学校一样新建36间教室 但关武国中一间教室造价400万 关普国小一间教室就要650万 36间教室换算下来 整整多了9000万元的金贝 再来一个年级原本可以规划16个班级 总共招收560位学童 但市政府却只规划了8个班级 招收280位 也就是说每一个年级有280位的学童 没有办法就进入学 整个学区有1680位的学童 得到远方的学校上课 但周边的龙山、关东跟科园国小 校地不及关普国小的一半 严重影响学生的受教品质 在这样一个高楼林立 人口密集的精华地区 规划建设一个国小 竟然不考虑孩童就进入学的需要 而只注重美学 把原本150%的龙基率的一个学校 全面规划成72%龙基率的一个学校 一般小学在精华地区都可以盖到四层楼 他只规划两层楼 而且是没有预留将来发展的校地 也没有预留二层楼增建四层楼的空间 所以就把学生可以就进入学的人数砍掉了一半 所以整体性来讲 对整个关普地区 孩童就进入学的需求 并没有做所要的考量 而只注重建筑的美学 而且这样两层楼的建筑 规划的看起来美轮美奔 每一屏的建筑 要比相当的关五国中增加四万多块 针对现文进阵营质疑的内容 市政府教育处也提出说明 市政府推动新校园运动 为孩子打造快乐幸福的知识游乐地 关普国小学校校舍融合了自然环境 打造开放空间 希望能够成为未来新社校园的典范 从很多家长期待孩子入学 就可以看出对规划的肯定 另外因应增加学龄人口 市政府已经投入一亿八千万经费 并获议会同意 新增关普国小教室及相关设施设备 明年每年级都会增加两个班 成为每年级十个班 总共六十班 至于美平的单位造价 关普小学大约是八万九千五百元 也跟其他县市新设立的学校相当 希望对方不要因为选举而扭曲事实 开破新竹曾伟伦蔡文起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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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